好,各位同学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 还是在我们的首页里面 继续来编写我们的逻辑 我们这节课来编写一个比较重要的页面 就是商品详情页面 那么商品详情页面 它的入口是有很多的 你比如说点击Banner这里 是可以跳到商品详情的 然后点击这样的一个主题 然后主题的内部 点击这个商品 也是可以跳到我们的Product详情页的 还有再比如说在首页里的最近新品 也可以跳转到这样一个Product的页面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编写 新的Product详情页面 好,那么在我们编写之前 首先我们看我们最终要完成的一个效果 我们以贵妃校这个商品为例子 因为贵妃校商品上面的这样的一个 示例数据是最全的 它的商品数据 非常非常的全 只有这一个数据是完整的 还有比如说它的商品参数这里也有 好,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要做的 看一下选择数量 选择数量 这里你点击这样的一个数量之后 下面会出现一个数量的选择 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位置 好,再比如说加入购物车 加入购物车这里 你点击一下它就会把相应的你所选择的这个数量的商品添加到购物车里去 比如说我现在选的是10个 然后我点击一下 然后这里还有个小动画 注意看这里 3,4,5 好,这个就是加入购物车 上面这个地方是一张图片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商品的图片 好,然后下面这里有三排文字 第一个是有货还是无货 有货和无货 我们在编写服务器的时候也说到过了 这个就是库存量检测的一个结果 到底是有货还是没有货 这里会做一个显示 动态的判断 好,然后贵妃像100克 这个就没什么说的了 这个就是商品的名字 然后下面是价格 这个是上面的这一大部分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部分 下面这一部分就是三个这样的一个type栏 好,那么第一个是商品详情 商品详情我们在编写服务器接口的时候说过了 商品详情它不是文字 而是很多张图片 一张两张三张 这样的连续的排布起来的 这个做法不是我们的商品里面 不是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所自己发明的 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有观察过其他那些电商APP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些电商APP 如果它对它的产品的展示度 就是它的美观程度 商品的美观度要求比较高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它都不会用CSS来实现 因为你说这么丰富的一个页面 你用CSS怎么实现 很难实现 所以说大部分的这样一些商品详情 电商的这些APP里面都会选择用图片的 这样一种方式来展示 当然用图片有一个缺点 就是加载的速度会比较慢 它肯定不会CSS描绘得快 因为CSS是这样的一个代码 对不对速度肯定是比图片要快的 所以说电商平台里面 它会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静态化的操作 或者说把图片用CDN缓存起来 来加快图片的一个访问速度 这个里面的技巧就是很多的了 好 然后我们再看商品详情 然后商品详情看完了 我们再看产品参数 产品参数这个就是从数据库里面 加载的字段 然后我们返回到客户端显示的 售后保障这里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地方就是写死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去扩展 我们重点是要看商品相经 和产品参数的两个载数 好 那么这个整个页面我们就介绍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实现它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结构 以及数据的获取 好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没有完成的这个项目里面来 我们重点我们这样 我们首先来编写数据 把数据获取到了之后 再来编写叫WXML文件 首先是GS 同样的我们先建一个GS ProductModel作为模型 ProductModel OK 好 注意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很多同学在这里新建GS文件的时候 选择是这个Page Page 你当然可以新建GS 但是我们说了Page 它如果你新建了之后 小程序的工具会自动的 在Page下面的4个文件都会给你新建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单独新建一个GS 记得在这里选新建GS 新建GS文件 不要选Page 好 我们首先 接着在Model里面把Base引入进来 好 接着我们定义Product 它继承于Base 然后这个是构造函数 然后GuideDetailInfo 就是来加载这样的一个商品的详情数据 它的URL是指向我们的Product 注意这里也一样要接收一个ID号 我们同样可以来类比一下 我们之前在SIM这里的这样的一个Model里面 是不是一样的 这里也要接收个ID号 只不过SIM里面接收的是这样一个主题的ID号 我们在Product的详情里面接收的是商品的这样的一个ID号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 不然的话这个代码再给大家一行一行的打 这个大家听的也烦 好 最后别忘了 我们要把Export输出 好 Export 一定要把Product输出了 不然会有我们之前演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 好 那么这个Model我们定义完了 定义完了之后 我们到我们的GIS里面继续来编写代码 Product GIS 这里之前我们在讲如何从URL里面获取ID的时候 在这里写了一个实例对不对 好 当时这个ConsoleLog 我们没有清楚 把它清除一下 好 那么在我们的GIS里 在我们的C层ConsoleL层里面 要引入这个Model层里面 好 首先来Import进来 好 然后我们可以把ID号 保存到我们的Date变量里面来 这个我再说一下 事先我说过了 这样的保存就类似于 注意我说的是类似于 我们所写的这个类的这样的一个成员变量的 一个一种方式 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成员变量 好 这里我说一下 有时候如果我们的代码比较复杂的话 然后你在很多个函数里面都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保存这样的一个公共的Date属性的话 有时候我们在回顾代码的时候 不是太容易看得清楚 所以说我的一个建议 大家给参考一下 比如说你要用Date 来保存这样的一个ID的话 我的建议是名文的在Date这里 初始化一下这个ID号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ID号定义成这样一个0 对不对 你也可以定义成空 都可以 这样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成员变量里面的初始化 那么讲而说你有很多个 类似于ID这样的一些公共的属性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都写到这个地方 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回顾代码的时候 就更加的明确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建议 当然如果你不要这些东西 也没有问题 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同样我们在unload的函数里面 执行我们的this.loadDate方法 this.loadDate方法 我们还没有定义 对不对 我们定义一下 NodeDate的方式 好 那么NodeDate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要去调用我们的product的模型里面 刚刚定义的该detailinfo方法 来加载服务器的数据 好 我们这里来写一下 这里定义 这里还没有实力化 还没有实力化我们的product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product newproduct 好 然后我们 来调用我们的product 下面的这样的一个getDetailinfo方法 它接受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ID号 ID号我们从Date的ID里面获取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一个回调函数 好 我们先把它写在这里 回调函数 格式化一下代码 好 好 那么在这个Date的回调函数里面 我们是必要做这个数据保定 因为Date是从服务器加载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个页 这个就是一个接审对象 好 我们把这个key设置成product 值设置成date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product 这个从服务器里加载的商品详情数据做了这样一个数据保定 那么Product的详情页面还是非常复杂的 等会我们慢慢的逐步的来演化 大家先不要着急 那么我们现在拿到ProductDate之后 我们来导入一下这样的一个ProductWXML里面 这个商品详情的一个古代结构 那么还是我所说的 写这个WXML文件的时候 我们一定咱们先要把这个结构 要把它给搞清楚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图 我是这样来区分的 首先还是我说的这样一个劣势布局 那么这个是一个大的容器 最外面 然后接着我把它分为上下两部分 这个是很容易想到的 上面是一大部分 这个就是Table栏之上的是一部分 然后Table栏之下的是另外一部分 然后这些小文素 再在每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下面 再做一个细分 那么我们首先把这个结构 先把它给组建起来 好第一个最外面的这个Wheel 代表的是我们的容器 好然后再一个Wheel 代表的是我们的上半部分 好然后呢 这个Wheel代表的是下半部分 好那么同样烦请大家把product.wxss的 css文件从我们的项目的原代码里 拷贝到product目录下面 把它原有的product.wxss给覆盖了 这里面是有我们的css代码的 然后注意这个地方我们会import tpls base.wxss base.wxss文件 就是你录我们的tpls里面的base 这一点是要注意的 如果你自己去编写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复制的话 别忘记了把这个import给加进来 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组建我们的这个wxml结构 好最外层的content容器 我们给它应用一个样式 注意我们这个Wheel 同样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同样是引过了我们的content的样式 所以说我之前说过了 我们定义成公共的content的样式是会用到很多次的 所以说我们选择把它给放到我们的全局的css里面 好然后我们页面的上半部分 给它应用一个样式 detail highlight box 下面的容器我们把它给一个样式 detail bottom box 好那么下面我要说的还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们现在把最基本的股价搭建起来了 然后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分 对不对 我们首先来看上半部分的一个细分 上半部分的细分 大家其实可以这么猜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思路 上面这个购物球它是一部分 它是一部分 我们要一个Wheel 然后下面是商品的主题图 这个商品的图片 对不对 它又占了一部分 我们也要用Wheel 好这个是两部分 然后第三部分是什么 第三部分是这块 它们同样是一个劣势的布局 这个其实我们编写这个股价 其实就是一个欠套 好然后我们回到代码里面 好所以说我们在对这个第一个Wheel容器 四容器再做一个进一步的细分 好我们说了我们总共有四块 所以说我们用四个Wheel来承载 第一个是我们的购物车的小部分 就是我们的购物车的小部分 我们用一个Wheel 我们用一个Wheel 好第二个我们说了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我们的商品的图片 这又是一个Wheel 盡量的把结构给清楚 是否有问题 左边一下 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同样是一个Wheel 把格式化一下 好第三个 好然后接着那是第四个 好我们把它给分割一下 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好 DETAIR HIDE BOX 我们又把它拆成了四个子部分 这四个子部分的分别 对应的是我们的图里面的第一部分 然后是图片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写这样的一个小的购物车 这个购物车我们内部再选择 用一个Wheel把它包裹起来 然后在这个Wheel的内部是一个图片 我们这一节课只把静态的这个部分给完成 购物车的这些动态的部分 我们放到后面再来讲 这个购物车的动态的添加 这个数据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这一刻首先把静态页面给搭建完成 好 这里少了一个引号 少了引号 这个就是会报错的 这个给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把引号加上来 好 然后image的src 这个src 我们引路的是一个购物车的小图标 好 然后图片是在哪里 是在image的下面 大家自己把图片都放到image的文件夹下面 我们这里直接把路径写在这里 注意这个不是从服务器动态获取的 我们之前说过了 把小图标放在本地的加载会更快一些 没有必要从服务器来加载 因为它本身的体积足够小 好 那么购物车 我小图标 我们放完之后 我们接着来放这一部分 商品的图片 好 这个图片我们肯定是要从服务器动态获取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是要读取数据绑定 这个就不再说了 inimg src 然后powerduck是数据绑定 取 name image url 然后模式把它设置成aspect fit 好 把它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写了两个之后 预览一下效果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随便点一个 比如说我们点了一个情菜 好吧 好 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样子都排布的没有问题 好 我们继续往下写 写这个cutbox 好 那么思路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把之前写的那些折叠一下 这两个我们都折叠起来 然后我们看cutbox cutbox 我们再进一步的在cutbox content的内部 再做一个细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总共可以把它分成三小部分 第一个是数量这边的一个选择式 一部分 好 第二个是这样中间的这一部分 小的分隔线 好 第三部分是右边的 所以说它是成一个行式的排列 所以说我们继续来做一个continent容器的细分 好 同样我们三个view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我在不断的给大家重复这样的一些技巧和经验 当你写多了之后 这些东西就是套路 你有了一个定式的思维了之后 写起来的分析起来的话就会得心一手 三个view 我们说这种定式的思维 谈到这个词的时候 大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贬义词 但是这个不能绝对的说它是一个贬义词 我们很多时候你能够解决问题 很多时候有时候你把问题解决了 但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解决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 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你之前长期的做过类似的一些相关的 代码和操作之后 它会给你一种定式的思维 所以说这个并不一定绝对的是一个坏事 它们可以帮你很快的解决问题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写一下 第一个view这里 样式应用的是products counts 商品的数量 商品的数量 好第二个是middle border 好第三个class 我们把它叫做add card btn 然后我们进一步的 再去做这每一个view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子的相关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都是这么 从最外面的content 逐步的深入到下面的细节 但是总体的结构 大家一定要把它给构建清楚 然后你这样的话 你在逐步的深入的过程中才不会乱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要讲一个小程序的一个组件 Picker组件 Picker组件之前在小程序的入门课程里面 没有提到过了 但是没有给大家详细的讲 那么我们下节课单独的作为一个小节 把Picker组件来讲一下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还有就是 这一集是 最终在的 座相配的 那怎么回事 下节课